今天是小年夜 祝全球華人新年快樂 但說到這個新年 就來看看說 在過年的時候 年初四有一個很大事情要發生 也就是北京冬奧會要舉辦了 所以這個冬奧會又舉辦 還有包括華人過年 有人就說 如果說北京冬奧會辦得熱鬧又好的話 其實也是有點很打臉 拜登所謂外交抵制冬奧 另外說到這個一年 拜登你會不會提前跛腳了呢 因為期中選舉會不會 民調橫採 Omicron又疫情來襲 所以拜登的期中選舉會怎麼樣呢 也是討論重點 過年期間 大家很關心錢的問題 所以來看到就是說 中美貿易戰何去何從呢 也是今天討論焦點 接著來介紹今天重量級的雨潭人 前住民有限的大使謝恩吉 家園好 大家好 前立法院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前美國共和黨亞太區主席Ross 大家好 好 首先就來看到過年期間 我們要玩個遊戲 就是很蠻直球對決 不能說壞話 我們要問問這三個來賓 有幾個人 他過去一年當中 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大家比較印象深刻 或對世界是蠻好的 每個人題目不一樣 我先問一下 就是介大使 你怎麼看 川普過去這一年 你覺得他什麼事情做得蠻好的 然後寫下你的答案 我我倒覺得他這個不見得好壞 因為這個事情還在發展 不過我覺得會對世界造成深遠的影響 OK 就是這件事 不認輸 不認輸 OK 好 不認輸 這個是值得關注下去的 好 另外呢 蔡委員要幫我回答是習近平主席 這過去一年有什麼做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是蠻正面 還是怎麼樣的 我對他對世界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他抗議成功 供應鏈順暢 那從世界來看中國的表現 他二零二一年進出口 平均成長了三十三個percent 總共到達四點三兆美元 而且順差累積了四千多億美元 當然更重要的 我從臺灣看世界 他下了很多訂單給臺灣 讓臺灣的股票指數衝上了一萬八千點 然後讓臺灣很多上市公司賺到 撥滿盆滿 OK 還有幫他運貨物的 特別是從中國大陸運到美國 到歐洲的航線 都有臺灣三家貨運公司 也不叫把詞 貢獻 所以聽說有一家航運公司 今年發了四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那就一個臺灣人來講 雖然我沒有分道 但是也要對這個事情表示感謝 OK 那希望這個習近平繼續抗議 維持成功 供應鏈不要斷 不要像印度 越南 供應鏈就斷掉了 那也讓我們的貨運 還有我們臺灣的訂單 能夠大量出國到中國大陸 而且ECFA沒有停 雖然從政治立場來講 我覺得怪怪的 好像國民黨上當被騙 但是就臺灣的老百姓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沒有停對臺灣是好事 OK 好 Ross這題難了 談談一下拜登過去一年有什麼做的 對世界不錯的嗎 這什麼意思啊 他有保持一個很樂觀 態度 這部分跟川普前總統很不一樣 因為川普總統 我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他還可以使用推特 或YouTube等等 他常常罵人 說實在 這是他的習慣 很多人也喜歡 那拜登他的style 他的作風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即使不喜歡他 我不喜歡他的政治 我覺得不能否認 他這方面他還做得OK 因為本來我說川普前 很多我們美國人 我們都希望我們總統 是一個很樂觀的一個領導者 最典型的就是雷根總統 不管怎麼樣 他都很positive 都很正面 但是拜登很明顯的一個缺點 還有他的團隊 就是引起很多人的疑慮 有點失去領導者的能力 或許是因為年紀大 我不知道 或副總統 其實副總統的表現 讓很多人包含民主黨很失望 所以很多人越來越覺得 其實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做事情 其實真的政治方向 不管是內政或外交 真的很不明確 所以很多人對他越來越有意味 所以呢 他我覺得他已經是跛腳總統 是很好的人 但是能不能擺在最好的位置上 是也是今天討論的話題 剛才Russ已經說 他覺得呢 拜登可能已經提前跛腳了 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呢 過年期間有個大事 就是冬奧會要登場了 大年初四 那現在有很多如火如荼的這些視頻 拿都出來 譬如說習近平主席去視察冬奧會 藏奧會等等的 然後五大的所謂的冬奧會的明信片 還有亮點呢 也都讓大家看到 譬如說中國代表團成立了 還有北京的冬奧村也開村了 另外呢 冬奧邂逅了中國的春節 另外還有六百七十八道的冬奧的菜肴 通通端上桌了 另外呢 還有那個三個菜區的火炬的傳送 會到北京延慶啦 以及張家口等等的 我想先問一下大師 你怎麼看 人家都說 如果說你這個過年期間 再遇上這個冬奧 如果辦得非常好的話 就有點打臉 拜登所謂的外交抵制冬奧 對 我覺得這一次冬奧 正好碰上中國新年 所以我看了很多資料 就是說這次的冬奧 會有很多這些中國新年的元素 跟中國新年的氣氛在裡面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像這個世界各國展示 中國的過年的這個文化跟習俗 那也會讓這次的冬奧 比較其他歷屆的冬奧 有他非常濃厚的特色 我想就是濃濃的中國風 那其實中國大陸的 目前的政治體制的話 就跟這個鄧小平以前講過 就是說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那所以我覺得以大陸 目前的這個這個情況 辦冬奧這種活動 我想設立的標準會讓這個 後面的人很難追 對 因為因為他都已經辦成這樣的 那其他國家 他標準非常的高 光場館的話 我看了一些場館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還有這個育如意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高臺跳跳跳 很像中國的如意 這樣 中國如意 那另外一方面 我看他這個選手村蓋得很漂亮 那裡面不僅是外表很好 裡面的設備也很好 而且他就是說 將來這個冬奧結束以後 他可以作為這個所謂的公租房 我想等於也是一舉數得 那不過整個來講 他還有一些 有一些賽道 會在這個明長城的附近 這是我聽到了 那我覺得這個就會代表 非常強烈的民族風 歷史感 那你知道冬奧 其實跟這個夏季奧運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冬奧這種活動是比較 這種富裕國家的一種運動 然後這個為什麼富裕國家 因為他不管他的這個設備 裝備都是比較昂貴的 他有一個門檻 所以在這些國家裡面 其實我們 我因為在歐洲 待過一段時間 我知道有一些國家 對這個冰上 冰雪運動 那個重視程度 你會覺得很吃驚的 那這些國家大部分 就像德國 法國 還有這個北歐三國 就是挪威 瑞典 芬蘭 還有美國加拿大 也很重視 美國像Colorado的那個滑雪場 都是非常非常先進的 那我看這次大陸的這個場館 那麼還特別強調 就是說生態跟環保 因為你製冰的時候 你本身需要很多這種 這種能源 中國大陸在製冰的 這一方面 已經照到就是說 沒有對這個大氣層 尤其是這個臭氧層 造成污染 用這種比較新的冷煤 然後整個的場館有很多這個 我覺得就是說科技上創新 比如說我覺得他那個主場館 那個上面的玻璃帷幕 本身已經是透明的 可是他本身也是太陽能的發電面板 因為中國大陸在太陽能 這個光伏電這塊是蠻強的 蠻強的 以前我們講就是說 其實本來是用這種單細晶的這種 面板 後來有所謂的薄膜面板 薄膜的發面板 那他這次可以把它做成透明的 那我覺得又是科技上一大進步 那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要挑毛病的話 如果從環境保護來講 挑毛病的話 那可能很難 那不過這種運動 我覺得就是說 在很多國家重視程度 我就舉一個舉一個人 美國最近任命了一個新大使 叫觀影山 對 他是在奧運會 這個花式溜冰 代表美國拿到冠軍 他在美國社會的運動 運動員裡面的地位 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中國這些就是說 這一些運動 跟你的國家的經濟水準 跟發展程度 是比較密切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我看了一下 中國大陸現在參與的項目 今年項目也增多了 可是很難起 很難說中國大陸會像 在這個東 在夏季奧運的時候 在獎牌拿到全世界最多 我覺得過去的話 好像上一屆是挪威拿最多 那不過就是說可能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滑冰 男女這種滑冰 單人或者雙人 還有一些這些項目裡面 如果很突出的 突出的表現的話 其實可以象徵國家本身的 那個發展水準 那尤其在這些對於北歐這些 還有德法他們重視這種冰雪運動的 這個國家來講 對於提升國家整體形象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展示場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東奧是精彩可期 從政治層面上來看的話 你想想看一個畫面 就是說在這麼樣全世界關注 尤其是我覺得是歐洲 北部的國家 還有美加 你在政治上看的時候 如果就是習近平加普丁 然後再加上如果 如果這個法國的法國總統 然後再文在寅這幾個去 那我想就是說第三世界國家 亞非拉國家的領袖的話 就看就是說會不會都去多少 可是光如果是這樣子 一個畫面的時候 那麼美國基本上 你就會感覺上他在今天世界重要的 這個舞臺上 他是一個缺席的角色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治上的震撼 光那個畫面的震撼 你看到如果習近平跟這個 這個普丁 馬克宏 文在寅 這些現在這些G10的國家裡面 重要領袖都在的話 是 那美國獨缺的話 那你會覺得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 這個世界格局的一個新的 一個很深的印象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不過現在看起來可能這個畫面 是 尤其普丁 因為他們這個包括普丁本人 跟這個這個俄羅斯外長 都強調了很多次 對於這個北京東奧的支持 所以光除 除去政治面不講 我們看這個運動面不講 我們看政治面講 我想他也會傳遞給整個國際社會 一個很強很強的訊號 是 很強很強的訊號 這個是值得 這個我覺得會改變 很多各國對於未來的世界發展的 主要力量在哪裡的 一種新的思考方向 對 在去年的時候 G20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這個畫面嗎 這個領導人站在一起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是有點邊邊角角的位置 就已經有一點讓大家覺得說 美國不是應該是在C位嗎 應該站中間的 美國總統 這個待會那個Russ幫我們講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是包括說 好了 剛才那個大使有講到 那這個東奧會開幕的時候 普丁就已經說 我就確定會去 而且他也堅信說 中國大陸能夠成功舉辦北京東奧 期待跟習近平在開幕之際能夠會晤 他們還要進行會晤 那另外呢 因為俄羅斯的關係 所以也拉了印度 所以之前呢 中二印的外長會 就已經齊聲要聲援力挺東奧了 那法國這邊就說 他就不跟進來抵制了 另外呢 日本儘管是不派官員 不過他據稱叫外交抵制 那文在寅這邊南韓就說 我們從來就沒有考慮 要抵制北京東奧會 蔡偉 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大國之間博異 但是看起來美國 好像拜登講了半天 也沒有多大跟他負荷的國家 有啦 還有五個跟安格魯撒克遜 民主比較密切相關的一些國家 或地區有參與這個拜登的陣容 可是畢竟安格魯撒克遜這個民主 在全世界來講 是一個少數民主 人口基於在美國也不多 所以拜登的一個抵制 顯然是沒有成功 而且更重要他的對手 是日耳曼衣的這個川普先生 他就公開這個反對抵制 那我不曉得川普先生 是會做什麼決定 如果川普這個時候 也跑去參加北京東奧 那我想全世界所有的媒體 大概以為那一天的冬奧是川普辦的 不是習近平辦的 一定會 所有的媒體的焦點 所以他如果去的話 即使當面罵罵習近平 罵罵中國的話 我看習近平也會忍下來 所以川普很難講 我是說他竟然公開說 反對抵制北京奧運 那接下來說他會回去 他要不要去 如果他懂得這個操作更會參加這個活動 那讓我印象更深刻的就是說 印度不是跟中國已經弄得這個 很僵啊 很僵 互相看不順眼 可是他竟然也發表說 要支持北京奧運 也就是他不抵制 法國不抵制是正常的 我一筆大生意 就被你們這個 agre section這幾個人 都七搞八搞生意就不見了 不給面子 而且馬克宏是馬上要競選連任的 那競選連任你給他出這麼一個大樓子 他這個時候一定跟你唱反調嘛 所以法國不抵制是正常的 但是這北京奧運讓我更深刻了 就是剛才介大使講得很清楚 我一看北京奧運整個的主題內容 各種元素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共產主義的元素 馬克思不見了 內臨不見了 連毛澤東不見了 共產主義元素全部沒有了 跑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元素 那這很清楚北京在想什麼了嘛 換句話說北京基本上是想要從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 走向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 那他透過這種北京奧運這種方式 來大力推銷中國的傳統文化 表示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 那看這樣子咱們國民黨是很麻煩的 對啊 這個話語全都被搶走了 他很聰明的地方 因為他講民族物件 講的老爸裡面還是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現在連社會主義都不見了 社會主義看起來都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 那個規模 那個設計感 那個現代感 根本是資本主義才會出現的 可是裡面所表達的東西 你不管是用春節也好 元宵也好 幾乎沒有一樣 是可以稱得上說跟共產主義扯得上關係的 所以這是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 對啊 這個開局就被發現說 這個北京東奧這一塊 我想問一下Ross 因為你們拜登總統 就是號召所謂的大家外交抵制東奧 那但是紐西蘭他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去 那但是川普就說 我真的相信習近平喜歡我 我也喜歡他 然後抵制東奧 讓我們看起來就好像痛心的失敗者 所以川普他就說 他不支持所謂的外交抵制 所以你覺得外交抵制 在美國會有引起很大的效益嗎 還是說他真的有成功嗎 我覺得川普講這句話 那是因為他是不管拜登講什麼 那川普就要講反對的或相反的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美國國會議員 不管是參議員或衆議員 共和黨就是川普共和黨的議員 都支持抵制 甚至他們是呼籲企業不贊助 或者選手不去 所以川普他這樣講 其實是跟共和黨國會議員 有意見有點不同 我猜是因為 只要是拜登的立場 那川普就一定要反對 但是今天三位來賓 我是唯一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雖然我不是所謂的Anglo-Sax 但是我不是中國人 所以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選手去的話 其實雖然剛好是碰到春節 其實這個文化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對選手其實不太重要了 或者有什麼公共基礎設施 其實每一個奧運 不管是夏季或冬奧 每一個國家都有很漂亮的基礎建設 公共建設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奧運 將來幾個禮拜 幾個月 它的印象力我們才會知道 因為後續很多選手 他們回到他們國家的時候 他們會說 我知道敏感的議題 我知道很多人說要抵制 但是因為我花很多時間準備 我才去 但是我對中國有這個看法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萬號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很大的 Celebration或慶祝這個奧運 是辦得非常好 或是提升中國的全球印象力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太早了 對 那當然奧運辦下去 才會知道說到底他這個成效是怎麼樣 尤其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說原來辦了之後 其實他們好像也沒有多大的一個正面的一個看法 那但是這個東奧這一塊 不只是這個是體育的賽事 但是也讓這個有點像是外交的角力 好像也被講說 怎麼明明是體育的賽事 但是被搞得好像是這個政治的場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就發現說在今年開局來講的話 不只是東奧會這件事情 其實在美國來講的話 很重要是年底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期中選舉了 這個來看到 這個是十一月八號的時候 美國這邊有期中選舉 那當然他選的東西是攸關 拜登會不會跛腳了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說 包括的是他們的這個期中選舉 有沒有可能拿下眾議院 共和黨他是信心滿滿的 比如說要選什麼呢 四百三十五個一個眾議院的席次 還有參議院一百個席次當中的三十四個 那這都很關鍵的一個位置 因為現在看起來都是五五波 如果說這個多一點的話 少一點的話 可能拜登就會提前跛腳了 那拜登在十二月的時候 他不支持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五十六 創了歷史新高 另外共和黨的議員史考特 也說拜登的勝選獲勝的百分之十以內的 這些以前的州 現在都可能是共和黨的一個戰場了 大使你怎麼看這個拜登 其實未來這一年 看起來也是一個很多的硬仗 各種跡象顯示拜登 對拜登都不利 也對共和黨這個年底的這個選舉 非常不利 第一個拜登本人的支持率非常的低 這個對於一個總統上任 才一年多一點 就獲得這麼低的支持率 掉得這麼快 其實在美國的這個政治歷史上 也不是很多見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他們的主帥 民主黨的主帥 基本上不太受歡迎 第二個就是說共和黨本身這一次 已經傳出來很多現任的眾議員 他們已經決定退休了 就是說不選 這個比例現在也不算 民主黨 民主黨 民主黨就是說本身要 就是說不選 那這個也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本來 第三個就本來共和黨 民主黨在這個眾院裡面的多數 就是兩百二十一 兩百一十三 只差了八席 這個八席事實上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領先 這個很容易就翻盤 這會受大的政治形勢影響 當然美國就是說 今年這個政治形勢 當然一定受經濟的影響 一般來講 大家對美國今天 今年的這個整個經濟形勢 踩樂觀態度人並不多 而且有一個中間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物價 通貨膨脹太嚴重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美國的這個報導 還有我們這一些在美國朋友 傳回來的訊息 就是說民生物品長得太厲害 是 那這種民生物品 這樣子長的話 一般老百姓這個 這個這個生活受影響的話 他當然會對憲政權不滿 所以這個氣氛 如果不能夠得到 大幅的改善的話 那我想一直延續下去的話 那對於執政的當局 這選舉是極為不利的 所以現在整個說起來 都是讓這個 這個拜登極為頭痛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 如果說他其中選舉 他撕掉任何一院的話 這本來兩院 現在民主黨佔多數 都是已經很勉強的 因為參院的話 事實上一直是 等於說是五十對五十 一直靠 特警力那一票 才勉強過關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說他丟掉一個院 或者丟掉兩個院 不要丟兩個院 丟到一個院 他就他就跛腳了 因為美國重大的法案 需要什麼 需要是兩院都要通過 你只要在過去 美國的政治傳統 你只要總統 你不能夠同時掌握 兩院的多數的話 你大概就只能搞搞外交了 那就是說 這些國內的重大改革的法案 因為你改革 你要用錢 你要做任何的這種 法律改變的話 你都要通過立法的 立法的手段 你沒有立法 你沒有立法 法律的這個變更或資源的話 你談不上改革 你只能就消歸草水 而且你再忙下去的話 你也是白忙一場 因為美國的政黨對立 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這個 這個拜登已經民主黨 我想是等於說四面楚歌 前景並不看好的 那不過比較讓我們擔心的 就是說美國的總統 如果他在其中選舉 他跛腳以後 他就沒有舞臺了 他的舞臺就變成外交了 所以他會著重 就會在外交上 不斷地刷存在感 去想要在外交事務上得分 那這個時候 我想大家世界上各國都得擔心 就是說一個總統管不了國內的事 天天去管國際的事情 你想想看他又不需要負責任 對可是對他只有好處 那他就賣命演出的時候 就不要不管別人負什麼代價 所以其實美國總統 如果中途跛腳的話 就在其中選舉跛腳的話 後面兩年的話 他如果說把他的這個舞臺 移轉到國際舞臺的話 那我想這個世界上大家 很多國家要多小心一點 那你會覺得說他是不是就是著眼在中國大陸這一塊 因為他以前就已經很常用 那個抗中牌等等的 那未來這一年看起來也會是 我覺得抗中牌 本來就會變本加厲 因為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一種對抗 他不是一種一時性的 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 你像你像在川普的時候 他已經得到這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對不對 那應該應該就是說停在那個停損 就停在那一點 可是你看川普拿到這個這個貿易協議以後 事實上美國是得到很多他想要的東西 美國繼續把他的陣線往前推 那換了拜登 拜登應該是不一樣的思維 你看他人家說 他不但完全繼承這個川普的這個這個 這個對中政策 他還變本加厲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顯示說 今天就是說美國對中國的 中國大陸的態度 他是一種結構性轉變的一種態度 而且是一種美國自己獨尊的 這種過去他所謂美國四合 就是說美國秩序 這樣子一個時代的一個最大威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說今年 未來的幾年 美國只要 我也不能說一席尚存 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會不斷地會對中國大陸 施予各種的這種意志性的做法 就是要延後中國大陸變成世界的第一強 第一經濟最大經濟體 然後當然誰辦的就是中國大陸對於世界這個新的秩序 或既有秩序的那種那種影響力甚至主導權 這是美國絕對不可不容不容接受挑戰 所以這個未來幾年 我想我想如果再加上拜登失去國內的主導權以後 他把他的注意力都移中移轉到國際上 國際社會上來的話 我想這個並不是 並不是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雖然是美國的國內選舉 我覺得他的國際意涵是非常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非常沉重的 對 因為美國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那他的一個國內選舉 當然會攸關這個國際上的一個情勢 那另外來看看就是說 現在是不是被人家講說 你們只剩下內鬥了嗎 所以民主黨的二零二二的選舉 會不會先玩完了呢 現在拜登就被說 你到處的施政都是地雷 就被人家財經專家講說 有幾大地雷呢 包括新冠疫情的問題 通貨膨脹也是很高漲 還有你這個法案也通通都卡關 剛剛說這個就關鍵那一票 美國你自己的 自己的慢輕 那一票就是通通也沒有擺平 所以拜登你的法案 沒有辦法build back better 對不對 沒有辦法更好 所以來看到就是美國經濟學家 其實暫停他有特別提出來說 二零二二年的第一季的 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如預期 而且從百分之五 原本的估計下調只有百分之二 所以我想問一下蔡偉 你怎麼看這個未來的這個一年 拜登說好多地雷 這些地雷不能完全歸屬於拜登 跟個人或者他的領導的問題 比如第一個新冠肺炎 那是川普先生留下來的豐厚遺產 他只是在後面幫忙收拾殘局的 這樣對拜登來講會比較公平的一個討論 而他也真的很努力去推廣疫苗 哪知道這個支持川普的很多人 拒打疫苗不戴口罩不接受社會距離 然後就後來川普改口說要打疫苗了 其他人還跟他轟他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氣氛不是拜登個人領導不利 而是他面對一個很艱困的一個局面 那第二個通貨膨脹 那先問一個問題 通貨膨脹最關鍵是什麼 這兩個一個新冠肺炎 一個印鈔票 印鈔票從什麼時候開始印的 並不是從拜登開始印 從川普的時候就開始印了一大堆鈔票 搞不好川普更早之前就有什麼QE1、2、3 鈔票滿天飛 那當然會造成貧富不均 會造成通貨膨脹 剛開始很多人還在那邊講說 哎呀我不看美國實力堅強 不會通貨膨脹 他都忘了 美國曾經得過諾貝爾獎的得主 Milton Freeman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什麼Money Matter 貨幣超印本身就會造成通貨膨脹 不是會不會是什麼時候來的 那印鈔票什麼時候 川普印最多 然後現在拜登什麼 開始有通貨膨脹 可是他逼不得繼續印啊 怎麼辦呢 所以通貨膨脹 是美國整體結構性的問題 不能完全蓋 更倒楣是他幹了兩件事情 那第一個事情 他鼓吹說要做green energy green energy就會帶來green inflation 綠色通貨膨脹 因為你做各種風電太陽能 就會使能源價格暴漲 現在能源價格有在漲 能源價格暴漲的結果呢 那你很自然的什麼呀 就會有通貨膨脹的原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當然是更慘的啦 所有的美國的港口都出了問題嘛 那這個出了問題是他的美國的基礎建設 不曉得他們美國幹什麼 那個港口是數十年沒有改善 這是很荒唐 現在才發現 所以很多的貨櫃囤積在港口 貨櫃不能回流 當然美國這樣幹喔 有一個小小的國家或地區賺磚了 就是咱們的長榮啊 陽明啊 萬孩啊 謝謝你們港口設施落後 讓我們賺這麼多錢喔 但是對美國來講 這inflation也不能關連怪拜登啊 你說港口的結構問題 難道怪拜登嗎 這很怪喔 所以前面兩個不能怪 導致支出法案不能過 只是一個參議員 木欽是吧 漫欽 對 漫欽 怎麼翻譯 一個気持不爽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 怎麼會有一個國會議員 不同意的整個就掛了 你這個黨是什麼遊戲啦 對 所以這個真的要怪他 可能事先沒有去做好部署的工作 怎麼會知道漫欽會反對呢 就卡在那邊 但我認為應該問題不大 可能現在過了Christmas嘛 這個New Year過了嘛 也許他們協調很小 讓步些什麼東西 通常錢的事情喔 都會互相有妥協的空間 那跟最近最關鍵喔 這些事情通通跟一個事情 它的反中牌有關 為了反對中國大陸課高關稅 然後為了反對中國大陸 去忽視新冠疫情 那為了反對中國大陸 所以要大量印鈔票 所以我不曉得美國在幹什麼啊 所以如果想想看當時川普 如果沒有去搞反中牌 不課關稅 很多我們經濟學家都提過 川普說我課了關稅以後 我可以把關稅拿來分配給大家 所以大家就不會有吃虧了 這種所謂的課了關稅再重新分配 在經濟學上根本行不通 那講沒有用啊 現在果然行不通 他課了很多的關稅前到哪裡去啊 沒有辦法重分配 而且分配不會百分之百完整的分配 所以美國人想要從越南 東南亞拿到很多的貨物 來取代中國大陸 做不到嘛 因為他忽略一件事情 全世界勞工生產力跟勞工秩序 最好的國家在哪裡 就在中國大陸啊 所以這種東西它的供應鏈 你無法取代 所以這些因素要怪拜登是不公平 可是他身為美國總統 都不怪他怪誰 他變成一個實質上要被怪的對象 所以他這個今年十一月份 其中選舉對民主黨來講 一定是凶多吉少 對啊 因為剛才講了那麼多 儘管是結構性的問題 不過因為整個氛圍就是如此 抗中牌 從一開始的時候 川普到現在拜登 你也是跟著抗中牌 一開始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讓這個抗中牌繼續的延燒 比如說剛剛蔡英文講的 這個綠色通膨的問題 但現在國會也都通過了 要禁止新疆維吾爾勞動法案 所以新疆所有太陽能板 也都不能用的話 這些東西 如果再加乘上去的話 綠色通膨還會更加劇 所以這個通膨的問題 還有塞港的問題 供應鏈的問題 等於說是拜登 你遇到一個完美的風暴嗎 你就是在一個很多不好的 一個基準點上 所以你的期中選舉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Russ就說 他覺得他已經跛腳了 尤其美國現在這個CPI指數 在去年的時候 十一月已經上漲了 百分之六點八 是近四十年來的最大的增長幅度了 很多數的這個經濟學家 也都認為通貨膨脹 會持續到二零二三年 哇那還有一些日子呢 那多數的美聯儲的官員 也估計說在今年的時候 恐怕會三次的升息 所以來看到就是說 這個拜登你這個支出法案 到底能不能闖國會呢 剛才講的慢簽 就關鍵一票卡住了 所以想問一下Russ 你怎麼看 拜登現在被說內外夾擊 內部的部分 包括自己的問題 還有共和黨也來了 然後國外的部分也被說 其實拜登講半天 其實公信力也受挫 我先要回應蔡委員 因為雖然我今天沒有來幫民主黨 和拜登說話 但是蔡委員批評民主黨國會議員 不團結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因為國民黨有一百多年 不團結的律師好不好 不團結說我們變在野黨 國民黨現在馬上變在野黨 所以你說民主黨 因為一個一個財力人不團結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Anyway 拜登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還有他整個團隊 你剛剛有討論到這個地雷 其實他有更多地雷 但是問題是他面對這些地雷 好像真的很無能 沒有一個發出他們的message 的這個能力 所以雖然不管是經濟成長率 或者CPI 通貨膨脹 這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其實美國經濟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消息 比如說失業率也不高 還有其他的比較好的消息 他們可以講 但是他們好像真的沒有能力 所以拜登從他救人之後 就馬上出現這個問題 民主黨回來執政 他們又請來很多所謂的老牌 就是在歐巴馬執政八年 也是在聯邦政府不同的 不會有工作過 但是很明顯拜登沒有請回來 這個所謂的A卡的政治人物 所以你覺得他們現在不是A卡 那像是B卡或甚至C卡的 那有部分他都 他只是布林肯不是A卡 跟他跟很久了 其實我覺得布林肯真的是一個典型的一個例子 雖然他有很多相關經驗 但是不管你是國共黨或民主黨 或部分黨派的美國選民 你看這些人覺得他到底在 他的立場是什麼 他們會講一些漂亮的話 但是一定沒有說服力 所以不管是對外交或內政、經濟 甚至疫情 1月份就開始那個message 要隔離多久 你確診之後是五天或更久、更短 學校是不是要鼓勵小學 美國的整個國家的、全國的學校 要開放還是要回到線上的上課方式 其實他們的messaging 他們的政治越來越不清楚 所以讓很多人都會對他有這些疑惑 那不管是哪一個民調或哪一方面 你問選民對拜登執政 那都越來越繼續下滑了 那他以中期選舉十個月時間或甚至九個月時間 好像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 不管他講什麼 那除非共和黨那邊有什麼大的醜聞 或是川普 因為川普他有一個壞習慣 他會自己帶來自己的政治災難 不是因為民主黨做什麼 就是川普自己的動作 還有他還是面對一些民視跟刑事的安全 還有EA所謂的one-six的調查 委員會還在進行他們的調查 所以或許共和黨會有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會出來 但是拜登還有民主黨 好像他們是biggest enemy is themselves 就是他們對自己一直是在上海自己的 那這個也不能走過來共和黨 所以你會覺得是說他們自己光他們內鬥 就可以鬥到就是共和黨已經拿到一個很好的先機這樣子 他們內鬥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還有蔡委員剛剛有提到 有這個Manshin 這個比較文和派的民主黨參議員 不只有他 也有幾個比較moderate的中間的參議員 還有中議員也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最大的問題 還不是在國會議員或這個內鬥 我真的覺得是拜登的 拜登領導能力越來越 真的是缺一個 好像沒有核心 真的 Ross你怎麼看 因為通常第一年都很關鍵 尤其在之前選舉的時候 維吉尼亞那些選舉的時候 都是一個風向球 都被講說如果說那些選不好的話 大家都可以秀出一些端倪 那拜登他才我們現在算一算 他也才才才才一年而已 但是他民調你們美國總統有像下墜這麼快的嗎 其實按照很多過去的經驗 一個新總統就任之後 下一個中期選舉 他的政黨會選得不好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共和黨在今年其中選舉選得很好的話 其實這個不意外 因為通常就是這樣 但是至少執政黨需要一個攻防的能力 具有意思 譬如說歐巴馬 他面對中期選舉兩次 就因為他他連任 對不對 他到處都會去複選 都會幫他的民主黨候選人選舉 是 感覺上拜登真的今年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你覺得如果他真的幫他們的候選人去站臺的話 或許會有幫助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好像他已經沒有energy去做了 對 所以我們就會越來越覺得 Who's in charge 那白宮誰在領導國家 不管是 不只是領導民主黨 誰在領導國家 所以我講這句話 不是因為我特別要批評拜登 但是重點是你要有一個立場 要有正式 你要講 你要講清楚 而且天天都要講 好像拜登越來越消失了 這個是一個對他來說 真的是將來幾個月一個很大的危機